香港青牛这支球队虽然是新鱼 我们面临非常多的一些不利因素 但是我立的目标就是能够进入季球赛 今天坐楼都准分 12分准奖了两球 离开了以前的队参加一个三个年错了 我可能想看一下自己可以在什么水平 你们两个以前谁比较强 香港六卡 屁花 你知道他外号是怎么吗 神奇小子 他喜欢投那些关键拳 有啊 嘿 好啊 我们走出来啊 是不是要看 我自己的目标是一定要入季后赛 105比122 合肥黄蜂就胜出啦 21分的领先优势 到第三节玩了以后我们已经消失待机 所以第一个四两百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接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这个就是那时候很真薄的一样东西 我们需要去训练 大家不断去摸一核 然后打到这种状态 我将会是疲累的 我们但是仍然能够向前添 我们仍然仍当于在正方的行动 最后一场场距离 把我们所有的精力 体力用于这场比赛 这是要为自己赚钱 因为始终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 就是可以更好 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最后才没有希望 那只有我和我的居然 我们借钱的过命一定是行的 我们不可以就这样的原因